大家好,我是爱说真话的胎管 在经历了相对平淡的6月份之后 随着高通新旗舰骁龙8家的发布 手机厂商似乎都不约而同的关心 准备第一时间发布搭载新芯片的超大杯旗舰 其中,小米作为高通最紧密的合作伙伴之一 首发搭载这款新旗舰芯片的手机 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伴随这次骁龙8家的重大升级 不仅将各核心频率都进行了提升 还更换了更先进的台积电4nm技术 很大概率能让发热更低 性能释放更强,能耗更低 小米这次也是很下了心 让小米12系列全系升级成了12S系列 但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 绝对是这款为了用更耗芯片 而选择延期半年的12S Ultra 说起小米12S Ultra 它原本应该是小米12 Ultra 按正常迪带时间来算的话 早在今年三月份就应该面试和大家见面了 但无奈今年上半年的高通 着实是拉垮 一颗三星代工的肖龙8 可谓是坑了全部安卓厂家 相信小米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才让这款超大杯迟迟不发布吧 相信在经过长达半年多的曝光期里 关注手机圈的小伙伴们应该都知道了 小米12S Ultra这次在外观方面也是十分有辨识度的 后置影像模组上采用了天原地方的两段式设计 到底是使用来卡的可乐标 还是最基础的来卡字幕 到现在还不好说 屏幕方面 小米12系列上面的那块 居中挖孔的2K5材质的LTPO三星曲面屏 可能会延用 刷新率有可能只支持60赫兹 90赫兹 120赫兹三等智能切换 说起映像系统 这绝对是小米12S Ultra的重要升级了 而这这次升级 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 都有了绝对的提升 首先是在软件方面 这次和来卡的合作 绝非简单的套用滤镜和增加快门声音这么简单 而是联合来卡 从影像系统的底层 开始做出优化 并加入莱卡的某些特性 从宣传标签上 莱卡总裁的签名上 也可以看出1了 官方表示 这次合作涉及从光学 成像 图像处理 体验等智能手机影像全内容 是双方影像能力的全面融合 小米12和小米12 Pro全面升级 全新的小米12S 小米12S Pro将在芯片影像能力上迎来重大提升 而作为超大杯的小米12S Altro巨西将搭载前置3200万像素自拍镜头 后置镜头组合为索尼5000万像素IMX989 超大底传感器4800万像素广角镜头 4800万像素120被混合变焦前望式长焦镜头 可能很多人会误认为海报上的决定性瞬间 是会增加手机的抓拍能力 和减少快门延时之类的操作 但其实决定性瞬间是著名法国摄影家卡蒂埃 布勒松的摄影美学理论 能有信心引用著名摄影师的理论 这次12S Ultra的抓拍能力应该很出众吧 而在影像规格上 索尼全新的旗舰级后置 CMOS IMX989 这颗5000万像素 接近一英尺的旗舰级CMOS 在弱光表现下肯定是不会弱于三星GN2的 至于超广角和长焦 还是采用4800万像素的IMX586 长焦端的光圈还是F4.1 与小米11Ultra的规格几乎一致 小米12S Ultra在被曝光 还在沿用67W有线加50W无线价 4800毫安时电池的方案后 在网上可谓是引起了一大片讨论 经过多方引证后 确定是因为目前使用百瓦加的充电速度 会降低电池密度 为了保障影响模组 有足够的空间和续航的保障 小米最终还是选择大电池的方案 当然了 这样不能说小米的充电技术停滞不前 在使用该方案后 小米这次还要推出一块全新领域的自研芯片 澎湃之一电量计芯片 这款芯片能让手机对电池电量的监测更为精确 同时能有效保护电池 延长电池寿命等 关于小米12S Ultra的预热 应该会在6月30日开启 而关于价格方面 笔者预测会和小米11 Ultra相似 首发5999 6499和6999三个价位段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如果大家也对这款手机感兴趣 或者想要了解更多 欢迎您在评论区交流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别忘了订阅关注Tiger 我们下期再见